你们好,我是邱瑞 我今天入职效果文化了 还挺不适应的 我就从来没有干过这么闲的工作呀 好久都没挨过骂了 我最近一直挨骂还是我领导成路指着我鼻子说 你喝那么点养鱼呢 我之前干程序员的时候都没见过凌晨四点钟的太阳 现在天天在酒吧看日出 主要凌晨四点的太阳它也不好看呢 你也看不清 有时候两个有时候三个的 九竹上挺看爱你的社交能力的 我就挺差的 我觉得我们这代人多多少少都有一点色恐 我最害怕碰到的人就是另一个色恐 我们两个人聊天就没有什么对话的概念了 那就是互相提问题呀 问完你大学在哪上的 就问你高中在哪上的 然后开始问你高中老师是谁 这不都是密保问题吗 咋地两天偷我Q号下 我们社恐最害怕去的地儿就是牟底拉 你就觉得这帮服务员就不接受人与人之间有边界呀 你有时候都没看见他们的招牌呢 就已经看到他们的迎宾了 当你目光一不小心跟其中一位对上那一瞬间 你就知道这把完了 今天只能吃牟底捞了 我坐这桌上我就感觉他们默认我上师行动能力了 我只是说了一句我想喝酸梅汤 我感觉我就正式加入他们的流水线了 一杯杯给你倒也不知道个停啊 我都吃完饭了 我想着临走之前把这杯喝完呗 等我起身穿一颗恐怖 我说要给我买上了 我回来之后看到这杯酸梅汤我都蒙了 我说我刚才到底喝没喝过什么 怎么硕大一个火锅店就容不下一个空杯子呢 你感觉在这个地儿都玩不了那种时间静止的快闪 你就不管把时间停在任何一秒 都至少有一个服务员正在倒酸梅汤 我喝一口给我买上 喝一口给我买上 我感觉喝的稍微慢一点啊 直接到我嘴里了 我这喝这个酸梅汤的时候啊 我就感觉自己再做一道进水出水的数学题啊 我甚至有点理解里边那个游泳池了 就有人一直给你碗里倒 你都不知道要不要排出去了 我正想着怎么把这点水排出去呢 我朋友突然站起来了 今天邱瑞过生日 然后服务员看了我一眼 当我跟他目光对上的一瞬间 我就知道这把我完了 那首歌要来了 来吧 跟所有的快乐说拜拜 跟所有的快乐说拜拜 敬爱的敬爱的生日快乐 为什么那么多 哎呀我好厉害 当时场面就跟现在一样尴尬 我跟服务员说 哥们啊我不配这种服务啊 要不我冲个会员吧 哥们说不用 咱这服务都是免费的 我说我就是想冲个会员 跳过你这个服务啊 等我们从这家火锅店出来的时候 朋友还问我呢 人家服务员服务这么到位 你凭啥有这么大的情绪呢 我说我刚开始啊 压根也没想吃这个火锅啊 再说今天它也不是我生日啊 谢谢你们车 谢谢你们 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是毛豆奶好吗 刚才我真的没想到 你们对上那个歌那么熟悉 你们听过那首歌的前半句吗 我之前过过一次生日 那是我第一次 从头开始听那首歌 那首歌开头是这么唱的 今天你生日 送给你祝福 我说什么 这是嘲笑我何难口音的吗 哥们 我一点 不是为了夸张啊 这首歌真的这么唱 他说今天你生日 送上我祝福 我就特别想接 汉堡带放音 好开始唱啊 真的跟那个女人话一模一样 你回去听一听 特别正经的朋友们 今天跟大家聊上班的事 因为昨天就在昨天 真的真是 昨天我正式离职了 倒也没必要哥们 这幸赖乐后的表情 我现在还是挺怀念 我的无嫌疑金的 我们那个公司 是个互联网公司 公司挺好 公司挺好 那为啥我要离职呢 就是当然是我的问题 我不会上班 我不太会上班 就是到现在了 我连他们说话还是听不懂 我当时入职之前啊 我以为什么这种互联网黑话 我想着我查过了 什么赋能闭环抓手 哥们懂 哥们查了 进公司第一天 领导给我发信息 让我交个报告 我发了一个报告截图过去 领导给我回 他说毛东 你这个报告 写的颗粒度不够细啊 我说颗粒度不够细 颗粒度 iPhone 4s该换就换嘛 对吧 赚这么多钱 你得花呀 有一次开会 同事在那儿说 他说咱这两个项目 砸偶合 我说什么偶合 砸什么偶合 我说我们老家上坟才砸偶合 我当时是真的没听懂 而且我不知道为啥 我脑子抽了一下 我当时就说了一句 我说我也喜欢砸偶合 我说到一半 我就知道我理解错了 因为当时同事 看我的眼神已经不对了 但我不知道为啥 就那一刻 我不是很想承认我理解错了 我不想丢人 我就硬撑着 把那句话说完了 我说我也喜欢砸偶合 你们喜欢砸偶合吗 我去买个砸偶合吧 当时我回家 真的行李都收拾好了 准备回老家了 就是尴尬的要死 后来这个事 大家没有提 但我不知道为啥 传出了很多版的谣言 有些人说毛东 好像有点问题 上班的时候 就狂吃砸偶合 有些人说毛东 在开会的时候 把领导打了 有些人毛东 拿掌偶合 把领导打了 就是这些 谣言很荒谬 我觉得好像很成问题 但更让我惊喜的是 就这个事之后 我不知道为啥 同事对我尊重了很多 就是连领导 当我工作做不完的时候 他都不骂我了 他都会 劝我好好休息 然后眼神中 带着那种对病人的关怀 就是我不知道 在座有多少同学 什么同事是上班的 如果你要是在职场里面 有人欺负你 你不开心 你真的可以用这招试试 就是别人觉得 你不正常的时候 他就不敢招惹你 比如说 您的领导贵姓 姓王吧 比如说 比如说王主任 王主任就天天欺负你 你就不开心 你就可以趁着王主任 在茶水间喝水呢 你就过去跟他说 王主任 我想摸你的头发 只是简单地试探的 王主任 然后说完你转身就走 不要解释 不要解释 说什么无所谓的 说什么无所谓 主要是状态 王主任在那儿喝水 拿杯水过去 王主任 cheers 今天要加油啊 王主任 就是不要解释 很好使 对吧 如果没有人 没有人欺负你 也没关系 如果没有人欺负你 甚至可以预防性的 be crazy 在周三下午的办公室 都很平静 这时候你突然站起来 拿起你的笔记本电脑 开始唱狮子王里面那首歌 就是你最好自己唱和声 好吧 就是不要找同事配合你 会显得点刻意 唱完之后 你就坐下继续干你的工作 假装的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我跟你说 这个事你干完之后 当然 当然王主任跟你同事会觉得 嗯 这人好像有点大病 但是他们大概率 不会再惹你了 对吧 总而言之一句话 只要够勇 有恃无恐 只要够风 海阔天空 谢谢大家 我是猫东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海阔 我是个盲人 能看出来吗 视力就0.02 也不用那么紧张 还是能看到一点点 比赛有点太残酷了 我觉得 淘汰了 还给你送下一楼去 淘汰我确实不担心啊 我上台之前最担心的就是 我怕人还没到台上 我先到一楼了 其实 我的视力状况 对我自己生活 其实没什么太大影响 但是我发现 对别人是个巨大的问题 因为他们把握不好这个尺度 经常就搞得非常的尴尬 有一次聚餐吃火锅 我就说了一句 我没有忌口 我梦就开始了 六双筷子替我夹菜 我都来不及吃 我又客气了 我说这个午餐肉还挺好吃的 我那个碗 就再也没有接到过别的肉 吃了二十多片之后 我不禁开始问自己 我说我为什么要喜欢吃午餐肉 他也不能瞑目啊 我心想要不然吃点凉菜吧 那筷子一拿起来 他们就跟收到了信号一样 那哪是双筷子 那就是个点毒机啊 直到呢 他都有语音播报 说这个是个西瓜 这个是小酥肉 我说这太烦了 这个是个毛巾 我说拿他擦半天嘴了 我不知道这是毛巾吗 不会是个毛肚吧 谁也不让我倒 我说没事 你把那个水壶给我 我可以的 我说倒 他们就跟看变戏法一样 说好好好 哎哎哎 好了好了好 买了 好 哎好 路过的服务员都懵了 说这桌人表演才艺呢 到200开不起磨啊 你没有想过 我平时在家里 是怎么喝水的吗 不会觉得我就靠出来聚餐 才能喝到水吧 说好几天没有出去吃饭了 要不然先洗个澡吧 不然实在太渴了 这种过分的照顾 其实是一个极端 还有另外一个极端 他们完全不照顾你 他们甚至会攻击你 脱口秀演员都是这样的 他们基本上没什么人性 说话不会考虑你的感受 他们就在想 我这句话好笑不好笑 讲脱口秀 穷和丑 那就是老天爷赏饭吃 像我这样有残疾症的 那就是老天爷赏午餐肉了 有些演员他不服气 他说黑灯啊 你这个段子一般般啊 咱俩水平差不多的 你就是素材好 我如果有你这个条件 算了算了 瞎说瞎说 祝你早日重见光明 我说你在我跟前杀说 你是不是有点搬门弄斧了 平时一些演出机会 我们是要抢的 就报名啊 谁先报赏 谁就可以去演 我老抢到 他们就在群里讨论 说怎么还能抢过一个盲人 最后一百多个人 讨论出一个结果 他们说我抢到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这个人啊 他们说我眼疾手快 跟他们一起玩狼人杀 说天黑请闭言 黑灯你不要动 穿着我去玩剧本杀 我说杀没有问题 剧本对我来说 会不会有点太难了 他们说没有关系的 一块去热闹的 不让你A钱 你就看我们玩 我们在那搜证制证 你就当个母鸡证人就行了 我去了 我拿手机拍照 然后文字识别 那个听 没想到八个人里面 我是第一个读完的剧本的 那个DM都傻了 说没有想到 他职业生涯 遇到过读剧本 最快点是个盲人 现在半个脱口秀圈都在期待 期待我去玩飞盘 能有什么惊人的表现 说实话这样的相处 还是挺愉快的 他们嘴欠 我也一点不吃亏 就是过分的照顾 就不需要了 因为和残障人士 打交代的尺度就是 他不向你求助 你就不要去主动帮助他 因为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有时候不打扰 他就是最大的温柔了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黑灯 能看出来吧 视力有点问题 0.02你们有概念吗 那就是瞎了呀 给你们普及一个小尝试 0.05以下的都算是盲人 所以我讲脱口秀 那就瞎讲嘛 刚开始讲的时候 新手也冷场了很久 一个多月 讲什么都不笑 老板很奇怪 天天叫我去他那演 我想看中我 要培养我 后来问他 他说以为能申请残疾人就业补贴 问我能不能把小家爷给他弄过来 开个玩笑 看中咱俩幽默 我现在出门就不太方便 经常会磕磕碰碰的 你们留意过街上那种忙到没有 有没有发现他经常就走着走着走着 他就没了 有时候过分还给你突然拐个弯 我说怎么能铺成这样呀 你不会是盲人自己铺的吧 其实盲人最安全的是 走那个飞机动车道 就沿着那个马路牙子 高穿那么一段 那个永远不会在哪里都有 但是飞机动车道最大的问题就是 上面经常停满了机动车 就汽车停在了自行车道上 自行车停在了人行道上 那人就只能去机动车道了 难怪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我最近有个大胆的想法 我想考个驾照 那个忙到经常被占用啊 你就面对那一排共享单车 感觉自己到了一个文明的忙区 能怎么办 就只能一脸忙着 台上 没有铺忙到吧 我其实之前去申请过导盲犬 很快就放弃了 因为导盲犬确实非常少 全中国有多少盲人你们知道吧 八百万 导盲犬两百条 每年有五万多人在排队啊 我想我等的狗 它在多远的未来 没出来等到那天 我都能治了 法律规定导盲犬 是可以进这些公共场合的 但是经常还是会被拦下来 怕它会咬人啊什么的 就充分曝出这些人非常的无知 导盲犬筛选的第一条 就是尼王尚数四代 不能有任何那种攻击人类的行为 就这么严格 选种也非常严格 怎么说呢 对身材有要求 科技这种不行 腿太短了 他自己上楼梯都费劲 我抱他 太聪明不行 像编幕这种 他不仅通人性 他甚至都能通人情世故 你跟他说别走了别走了 歇会儿吧 他就想 不会是点我呢吧 走走走走 红灯没有关系 我这身手飞盘我都接得住 这个车算什么呢 太蠢了也不行 哈士奇这种不行 哈士奇确实也能带路 黄泉路 我上个月呢 发到一条视频 就是一个 导盲犬又被一个工作人员拦下来了 下面评论区 有好心人在科普 说迄今为止 全世界范围内都没有任何一次 导盲犬袭击人类的记录 还有那种网友在下面杠他 说以前没有不代表 以后不会有啊 就算不咬人 那有的人 他就是怕狗怎么办呀 我当时火又上来 我说怕狗 那就是怕狗的问题啊 那不是狗的问题啊 火射孔啊 我还怕人呢 对吧 我觉得文明的盲区啊 其实在很多人的心里面 不在路上 那最后了 提醒一下各位 根据残疾人保障法 所有这些正规的比赛 你需要给残疾人提供一些合理的便利 灯太少呢 我确实是看不到 急不绝 朋友们可否借我一双慧眼 帮我看看 急灯了现在 急不动了 急不了了 没事 停开吧 是 是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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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灯灯灯 是灯了是吧 早知道这么容易 段子就不讲了 谁讲这个 开玩笑啊 最后还是想说就是 希望像我小家这样的朋友 多来讲脱口秀 不听还等着我们呢 谢谢大家 好 谢谢黑灯 讲脱口秀几年了 一年半 挺厉害的 最后是大老师 因为大老师 其实我能看出来 他前面听的已经很想拍灯了 对 你把我拍也是对的 因为我心里 你代表了心里的我 没错 就想拍就拍 但是值得拍 是不是 很多地方 真的很有叶子 那您刚才说 那个0.02是什么一个 就是视力 就是你们测视力 不是有一点几 零点几 零点几 对 那0.02是什么概念呢 0.02就是 大概能看到一些 模糊的形状 就是那看到 那有一个灯 那有一个RO 这是我的头啊 这是我的头 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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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他这个 社会的一个话题 就是讲的是如此的温暖和谐 什么都在里头 就是人和狗的关系 因为我们家也养狗 所以你讲的这些语言 那个狗的那个表情 我就觉得太生动了 你看你点我 就是你在点我呢 对 好的 又要开一个脱口秀演员 才能动得完成 一会儿黑灯上去 小家借一下 然后我们 太动了 我们恭喜黑灯获得四灯 成功晋级 升上天花榜彩 好 谢谢 我前几天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我以为这是他的人设 我以为他是装的 今天我才知道 他是真的 然后我就很慌张 然后下楼梯什么 我们都扶着他 我觉得黑灯表现也特别好 就是他不是一个 说因为他的忙 让大家觉得他是一个 可怜的人 他就是以一个他这样的视角 去看待生活中的一些 庞泵 大家好 我是庞泵 太开心了 后秀大会办了四季 终于有人生出孩子来了 太开心了 我现在真的百感交集 我是总决台唯一参加了四季 透口球大会的朋友 我在这个舞台上 感觉到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变化 很多的变化 我感觉到最明显的变化 就是审美的变迁 第一季的时候 不惭愧地说 长得帅是我的优势 大家看到我 这小伙子长挺精神 还会说话 哥们当时是吧 实力大花瓶 但我们不知道这两年发生了什么 就是大家的审美 就突然间开始列齐了起来 就去年广志来的时候 大家还是 天呐 这是啥 今年智盛来了 天呐 天外有天 孩子好死 孩子好死 怎么还跨上故意了 你知道每次 尤其是智盛 从这个通道出来的时候 我感觉观众就有一种 被枪指着一样 不得不孝的紧迫感 我第一次看 我说这是什么喜剧原理 后来想明白了 暴力丑穴 等等 这剩下我们太多压力了 连广志都开始焦虑了 广志有一天拉着我说 哥哥 就咱们这些帅哥 以后是不是就没有火路了呀 我之声还在安慰我俩说 没事 这个长得帅 治不好 也就是说 它是一种绝症 脱口秀这几年 真的是短短几年 但是起起伏伏 去年疫情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完蛋了 即便是后来演出开始恢复 情况开始好转 我们上台也要戴口罩 做核酸 当时情况就是 但凡有一个人健康码黄了 整个行业就黄了 明明我们就是讲个笑话 干出一种刀尖舔血的感觉 每次上台 我看到观众 我都跟自己说 今天一定要好好演 因为我知道台下坐的是一群为了快乐 可以连命都不要的人 后来也是情况都在好转嘛 疫情也在缓解 然后脱口秀也慢慢好了起来 一度我们的票都很难买 对吧 还有观众来问我 说我的票买不到 说质问我 你们是不是跟黄牛勾结 你们是不是把票都卖给黄牛了 你这个演出 庞氏骗局 真是 我个人真正体会到脱口秀真的火了 是去年有一次演出 我发现 连王思松都来看我们的演出了 我心想 连他都需要我们来给他提供快乐了吗 他是怎么抢到票的 你知道那一天我真的很震惊 我上台前 我们的剧场工作人员才告诉我 他们跟我说 校长来看演出了 我说啊 谭永林来了吗 而且我会控制不住 有很多的那种胡思乱想 就是 就是如果我今天演得特别好 他会不会收购这家公司 如果我演得特别好 他会不会把我从这家公司买出去 如果我演得特别特别好 他会不会把我从这家公司买走 然后收购这家公司 然后把这家公司送给我 你知道那天 那天他坐在我们剧场后排 大概这个方向的一个角落里 我已经是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 脱口秀演员了 当我那天回看我表演的录像 我发现平时 我是对着正前方演的 那天我稍微往这边偏了一点点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力量 把我扭过来的 可能就是资本的力量 大家上学都学过经济学对吧 市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 你过来 而且我能感受到自己内心的摇摆 我都能看得出来 我在做一个职业脱口秀演员 跟做人的本能之间的摇摆 所以我有的时候铺垫 还是刻意冲着这边讲的 但我没有一个梗挫过过 我那天的表演都会比较神奇 全都是 你们说徐志胜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喜剧原理呢 我想明白了 暴力宠学 那天李旦也在 那天晚上 是我2020年 一整年 第一次看到李旦 火力全开 展示自己的搞笑天赋 我之前都会忘了 他是个脱口秀演员了 感谢那一天 让我想起来了 原来领校园也可以懂脱口秀的 我这个梗就得是都拍灯了才能讲 我这余光就一直在看 但我觉得 能讲脱口秀 真的是我们这群人的幸运 我自己想过 没有脱口秀 我们可能真的会饿死的 你想 我们这个讲笑话的破技能 我们在大街上连要饭都要不到 毕竟你们看到 我们这么乐观 对吧 应该是没有人会可怜我们的 而且乞丐真的是太多才多艺了 我仔细想过 我们这群人如果真的去要饭 大概也就王勉能勉勉强强养活自己 对吧 行行好吧 因为我不想上班 所以我们一定会一直讲脱口秀的 能陪大家走过四季 是我的幸运 大家愿意陪我走过四季 更是我的荣幸 谢谢大家 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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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尾的好感人啊 喜欢庞博的观众朋友 不要忘记为他投票 三 二 一 请锁票 庞博说了一个获奖感言 真的是 是一个行业发展的盘点 对对 回顾 是是是 总结与展望 可以让大家继续走过四季 抢了领导的魂 庞博以前得过一回第一名了 是不是 第一季的时候 这一季如果再得冠军的话 那就又 我又得了第二一回冠军 我好棒 废话文学 谢谢各位 没事没事 没得聊 可以不聊 没有 我只是特别期望 能有双桌冠这种感觉 这件事出现 因为他最后说的 他走过四季 其实还是挺不容易的 对 因为从第一季到现在脱口秀 最开始 然后大家看到这个节目 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 我觉得是 他走过这四季 也是脱口秀这四季的感觉 对对的 真的好多人喜欢这个节目 对 大家好 我是梁海远 非常的紧张 非常紧张 就为第一个选手 然后我刚才听了毛不一老师说的 我这件衣服也是799 然后老板 我说买不起 我转身要走 他说79给你 就买回来了 对今天是半决赛啊 我们的题目叫 怎么选都不错 真的作人就是这样子 人生的选择很多 就是你想要快乐一点 你就只能知足常乐 有可能 我这个人现在所能拥有的东西 就是我们所能拥有的 最好的东西了 我们每个人出生之前 都希望马云是自己的爸爸 都希望选择马云做爸爸 有些人出生之后还不死心 还非要叫人家爸爸 真的 但是我曾经想过 我们选择爸爸 有可能跟我们上大学 填志愿是一样的 我们的第一志愿都是马云 第二志愿王健林 备选志愿 于谦 最后一个志愿 服从调剂 对吧 很明显 于谦老师的父亲 王老爷子 就是一个调剂过来的爸爸 当然也很不错 对吧 马云跟王健林 他们招儿子的名额 也非常的有限 你就考了300分 最后只能调剂到 你爸爸这个志愿这里 你还不满意 然后一出生 哇 看看你爸爸 看看你这个家 哇 就哭了 我要回去复读 对吧 但是你爸就不会嫌弃你 真的 你爸 不管你是什么货色 只要调剂到他那里 他就会一心一意地对你 因为他知道 他的办学条件 也非常的有限 对吧 而且他非常理解你 因为他也曾经想过 回去复读 你们九代单纯 全是复读生 我曾经也对我爸不太满意 但是我现在觉得我爸真的挺好的 你知道吗 中国有句话叫什么 再穷不能穷孩子 然后我们家呢 就很穷 然后如果我把这句话 告诉我爸说 不能穷孩子 我爸会跟我说 啊 不可以吗 不穷孩子穷谁啊 难道穷爸爸吗 真的 这句话很奇怪的 因为再富不能富孩子 我们是很容易做到的 对吧 但是再穷不能穷孩子 只能说明 你还不够穷 因为你只要足够穷的话 一定会穷到孩子的 在贫困的家庭里 没有人能够幸免 因为你们是一个family 对 我小时候呢 我爸真的很穷 买不起电视机 我要看电视的话 我只能去邻居家看 如果邻居家的电视很大的话 我就会很开心 如果邻居家的电视很小的话 我就会觉得 这生活质量也太差了吧 还会我不看呢 然后我就会留在家里 陪我的爸妈 啥也不干 只能敬享天伦之乐 你们肯定没有享受过 像我这种版本 纯享版的天伦之乐 我爸还跟我说 电视有什么好的 家园之间最重要的是互相陪伴 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 所以我从来不会抱怨 我爸陪我的时间不够多 我有时候会觉得 他们陪我 陪的有点太多了 有时候我看着我爸 我都会想 要是我爸 是个电视就好了 真的 我是一个农村长大的孩子 但是我爸呢 一直希望我能够努力读书 考上大学 改变自己的命运 所以呢 我虽然是一个农村的孩子 但是我爸 从来不让我掌握 学习更多的农业技巧 因为他怕我爱上这个行业 因为中国人会干一行 爱一行 最后我走投无路 我只能像你们一样 成为一名普通的大学生 我很多小学毕业 初中毕业 就不在上学的同学 他们很多人都成为了 大老板 包工头 挖掘机大横 在家里有房有车 甚至有的有别墅 我爸就有点心理不平衡 他就会跟我说 为什么你读了这么多年书 你挣的钱 却没有别人的一半读 我也觉得很难过 我也只能安慰他说 爸 虽然他们挣了很多钱 可是他们现在 根本就没有时间 陪自己的父母 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 一家人 最重要的是互相陪伴 我爸跟我说 你出去 我现在想看回电视 但说实话呢 我还是非常感谢我爸的选择 让我上学读书 而且呢 他也不像别的父母 他给了我很多自由 我干啥都可以 只要能挣钱 做科学家可以 卖保险可以 开滴滴可以 讲脱口秀也可以 我爸还评价过我的脱口秀 还没你的二舅好笑呢 但是我跟他说能挣钱 他就会说可以可以 所以呢 我现在要努力挣很多钱 然后挣钱 把我的钱带回去给我爸 跟我爸说 爸 你以前没得选 但现在 你已经是一个富爸爸了 好 谢谢大家 我是梁杨元 谢谢 谢谢 谢谢海元 三 二 一 请锁票 紧张了 刚才再给大家的掌声 紧张一下 又紧张了 我们因为 之前看了节目的朋友知道 我们之前 领校园是有那个拍灯加分的 功能的 但今天呢 是最后的半决赛了 所以我们今天把所有的投票权利 都留给了观众 我们就取消了这个拍灯的缓解 但我看心姐可能刚刚 听到某些段子 还是觉得很好 是不是 其实挺好的 但能感觉出来确实有点紧张 但是整体的段子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但你千万不要被 现场有没有鼓掌所影响 因为我发现 你只要一步鼓掌 你就开始说对 就往下 只要一步鼓掌 真的就往下连 好的 但是我还是挺喜欢 但是我还是喜欢你的段子 你描述一下 开场对你来讲 有多大的压力 就是会 压力非常大 因为感觉自己能力不足 但是是我的问题 不是这个 开不开场的问题 就可能我的心理数字 比张柏阳还要差一点 其实我刚才讲漏了一段 我讲着讲着发现 我讲漏了 那请问是开场压力比较大 还是说你接上一个比较炸的表演 压力比较大 对你来讲 上一个只要不是卡姆 我都可以 海原 海原给大家讲一讲 这次抽签之前放的狠话 我抽签之前放的狠话 他就说 我宁可开场 都不要在卡姆后面 结果就抽到了开场 没有关系 我会准备第二轮 因为卡姆第一轮一定会进的 第二轮就没有卡姆了 好 谢谢海原 谢谢 好 谢谢 对不起 谢谢 挺好的 心态不放松 不太放松 非常不放松 我觉得比二轮就肯定还是好笑一些的 确实紧张 一摸身上都是汗 都吞了 参加过那么多大赛的冠军 对这种紧张有什么建议吗 什么是紧张 海原 学不到这个心态 也要学这个嘴硬 好不好 确实非常紧张 站在台上手都抖 因为不是自己擅长的 底下人又硬不笑 你就真没办法 你又不能说 哎 来 笑一个 没办法 没办法 你看还是没笑吧 硬不笑 你这 观众很难控制